前段时间,一则消息事出,趁中央电视台与韩国某公司签订了合约,将合作推广韩国明星重新进入中国市场。 消息一出,哈韩迷们纷纷表示喜大仆贝,因为这是现韩令解除的有利信号,而他们喜欢的韩国爱豆,也可能随之重返中国市场。 然而,昨日,韩国明星金希彻来到中国参加活动,却在装发都做好的情况,下被告知无法上台。 这让所有粉丝大户心疼金希彻据了解,金希彻之所以无法上台,是因为活动主办方,并没有事先按照规定想有官部门被案。 粉丝们大动肝火,他们在微博上声讨活动主办方,直言主办方是垃圾主办。 事后,金希彻本人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一条视频,并配文趁自己很久没来中国,感到很幸福也很期待,但没有和粉丝们见面。 他感到十分抱歉,除了粉丝的心疼,更多人猜测,现韩领的解除只是空穴来讽,有官部门在韩流明星的把控上依然十分严格。 其实今年6月,韩国艺人郑秀京曾来,到云南昆明参加一个公益活动,活动虽然没有被中国媒体大肆报道,但也侧面反映出韩国艺人在中国的活动,并不是完全受到禁止。 在现韩领之前,韩流几乎在中国娱乐圈无孔不入,各大综艺、电视剧、电影里几乎都有韩国艺人的身影,而许多影视制作公司也看上了韩国艺人的高流量和低片酬,纷纷请他们出演影视剧。 然而,有很多中韩合作的影视作品,在刚拍完的时候就遭遇了现韩领,导致大量艺人的作品被羁押,播播出来。 例如倒霉的张翰,他有三部和韩国女艺人合作,的电视剧全都被停牌。 这三部剧分别是和朴米宁合作的简易夜行,和邱思逊合作的华丽上班族,以及和高俊熙合作的夏孟狂诗曲。 今年,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热播,中国自己的偶像生产体系已经开始运作,今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偶像元年。